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视频 还是跟进疫情的最新动态 今天看数字 是少了 少了不少 确实 看数字少了不少 我自己也是静下心 来思考 中国动态青年 细胞子、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前景问题 我静下心来想 我还觉得 这个是没有前途的 总体来讲是失败的 为什么我这么想呢 就是这样啊 中国现在 这个动态心理 它现在这个数字能压下去 建立在什么 这个前提下 建立在什么条件下 建立在一个高度的 紧张 高度的非人道主义 这个反人道主义 这个前提下 把人封死 这个付出了巨大的 生命 在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的前提下 他终于是 把这个数字往下压了一下 但是他不是说 在之前你想想呢 那好歹付出 巨大的努力 或者说牺牲吧 牺牲的韭菜 牺牲的屁民 没牺牲中南海一点点 那是清零的吧 现代嘛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是吧 卯足了劲 那才下降一点点 那这个代价如此之大呀 大到的 你看现在跳出来 刚刚说说那个经济 那个李克强 要快办 说习包子自己跳出来 说说要打通这个经济 打通物流 那当你这个物流打通的时候 那这个病毒是不是就有钱 带在传播的风险 是吧 所以到时候是不是会起来 之前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当他资本主义也lock down 西方国家也lock down 之前都试过 什么德国啊 都试过一部分的 就是让这个城市停下来 是会有一点效果 但是呢 当你重新启动经济的时候 它又来 循环往复的时候呢 那这个牺牲就显得毫无意义 你比如你现在牺牲巨大 然后把疫情压下去了 你要一重启 过两天 那又出来疫情 然后到过两天又管控 那就没完没了嘛 主要是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总体来讲还失败 主要还看到一个本质就是什么呢 这个清零它没有保质期 不是说这边细胞子给你给你签个调子 哇 或者盖个章 这个中南海认定啊 中央人民政府认定这个这个地方清零 然后三个月之内都没有 这没有这样 所以就我们现在看看数字啊 今天你看啊 这个境外输入破天荒的六例啊 历史最低 就是输入这里啊 嗯 两个原因 现在是不是全世界这个确诊数目都在走下坡路 就是群体免疫啊 要确诊的越来越少了 然后能进中国的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境外输入这里创了个历史新低 然后本土 本土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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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31啊 北京是相当严重的 新增死亡48 48都在上海 全全全全国就就上海会死人 其他地方都都不死人 太扯淡了 太扯淡了 嗯 本土正状啊 今天主要是本土正状往下走了 就是一万两千四百零四 那加起来呢 就是一万四 一万四下降了不少 嗯 里面这个 上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还有上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者 这个数字也在往下走 这主要是上海了啊 这个基数在上海那里嘛 上海是前两天开始实施这种叫做什么 硬封控嘛 硬封控嘛 硬封控里面就可能做核酸的也少了 很多地方可能就不做核酸的 就是硬封控啊 就是使出了一个大招 就是硬封控啊 我看到啊 是这样 这个孙春南 你看孙春南 那首次呢 他他在上海已经一个月了啊 首次提到加快实现社会们经理目标 早日恢复正常 他首次提到了早日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所以这个孙春南他也是急了啊 毕竟他也是困在上海一个月了 他没法动 早日恢复啊 这第一次提出这个要求 嗯 这个也是很难啊 也相当难 所以这个 上海啊 现在还还是很麻烦 因为要实现完全的社会面清零很难 然后呢 又想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现在搞硬隔离 硬隔离会把数字压下去 但是你又要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那就很不靠谱了 对吧 然后是新华社啊 新华社你看他怎么说啊 举行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啊 上海市启动清零攻坚行动以来 效果日益显现 主要还是就就说说点官冕堂皇的文章啊 啊 防控工作处于较劲爬坡的关键时刻 啊 还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啊 就没有其他的啊 就就这个意思 啊 有北京啊 北京是现在是12个区啊 都有疫情啊 啊 今天石井山报了几例啊 这个网友说啊 这个社区啊 看来是大面积 这 其实就北京这个我主要一个结论台是 就是北京都没有挡住的话 那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挡住 对吧 北京肯定是很严密的 都管控对吧 其他地方呢 那个更是无从缩起的 有北京本地的网友啊 说要被要求居家办公 可能是公务员或者什么的啊 居家能居 剩下巴京居家办公都不多 其实 嗯 五一期间非必要不离京 这是这必然的 必然的了啊 这个五一 今年好像假期还特别长啊 我现在没在国内 我得看一下 今年五一放五天啊 所以这个这里面肉是一个坑 肉是一个坑 这个五一让不让他们玩啊 如果让他们适度的玩 那就肯定会有传播 因为本来全国就就是 现在涉及到有疫情的地方 实在太多了啊 嗯 估计玩也不好玩 现在去哪里不好去啊 所以这个这这也蛮尴尬的 但是总总有人会去玩 所以这或者说回乡啊 又不不玩 就有些距离不是特别远的 比如在广东去一下这个 扫官是吧 去去一下潮山 去去一下湖南 那都是有可能的 那五一 所以这这又是一个 到时候一一传该 然后又又要封城啊 又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折腾的够呛啊 北京通州啊 群区中小学 学4月27日起啊 停课啊 停课啊 今天开始就停课了啊 4月27日一早 北京通州区的中小学生 家长们纷纷接到学校紧急通知 哦 这个区内中小学 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 都不上课了啊 都不上课了 所以北京是慢慢慢慢就紧张起来了 嗯 但是他好像还想过一下脸面 他不想就是 但是这这样啊 他他不想表面上说出来封城 他就不宣布封 他就不宣布封 但他实质上呢 嗯 很多地方都都有这一招 就是停课 他一停课呢 就就会 有一个人的一个后果 也就是大人就不好 不好走 把小孩往那一个 只要是小孩不上课 嗯 家长就被拖住了 家长拖住他 他就哪里都不好去了 然后刚好有疫情 是吧 所以现在看来 其实停课是一招 啊 就是 让孩子不上课 然后把家长拖住 然后大人就哪里去不了 嗯 所以北京啊 大概是 他实质上已经处于半封城的状态 属于软封城的状态 嗯 那只是他没说 啊 没说 全国各地呢 呃 最近这两天看到广东的一些网友 发出来的图片呢 什么的 嗯 号称没有多少疫情 但是管控相当常态化啊 啊 所以就给人生活带来的不便 或者说 各种你比如是从 就就从佛山到到广州 从广州到佛山嘛 那里面他他就很可能就会 很不方便 经常要验核酸 啊 包括深圳是天天验核酸啊 到现在为止天天验核酸 看到个图啊 三年疫情 欲望逐渐降低啊 2019年想去国外看看 2020年啊想在国内看看 2021年想出城看看 2022年3月份想出小区看看 2022年4月份想下楼看看 今天只能趴在窗户看看 对 那这个欲望不断降低 所以这个 这个他的管控力度又不断增强 啊 确实很 对于也没在普通群众上 生活影响大啊 嗯 三门瑕士啊 有一立阳线 然后就启动 实施静态管理就封城了啊 你看全体居民严格遵守静态管理规定 所有村社区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封闭式管理 所有啊 所有啊 哇哇这个这个是蛮严重啊 就一例啊 出现一例就所有了啊 不是说一个小区两个小区 全面停止唐食 龙茂市场 超市药店医院啊 等生活必须场所在严格管控下继续一念 其他密闭公共场所一律暂停开放 哦 那这个是蛮严重啊 一例就实施的措施是很严格 干农活出入镇啊 有网友晒出来4月26号 那就是很新的了 这个叫做封镇湘啊 这个叫做鸡则县啊 这个封镇湘啊 上一村村尾位啊 干农活啊 要出入镇啊 此此镇一个人去地里面佩戴口罩不具体等 这里面我也挺混货的做龙活 是不是有些东西 一个人能不能做得成 我不知道 一个人能不能做成啊 能不能一家人去 那一家人是不是也可以 你本来在家里就 他他他就是互相不戴口罩啊 在家里肯定就是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一家人去 那么就一个人去啊 所以这这很奇怪是吧 中国我估计啊 有我估计中国的这个农业的 机械化水平比较低 很多时候一个人能不能做的成果 是打个问他啊 很多这个这个农活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管控也是啊 农农业肯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OK啊 这个疫情今天先报到这里啊 就是我对于前景是 还是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 你哪怕一压下去又怎么样呢 对吧 所以就今天先说的对 觉得有点意思点赞点分享 拜拜